周公恐惧流言日往往千功下使时 假使当年身变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鱼 话说宋超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鱼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的哪啊 咱们说的 圣极而衰 王骏被贬出京 撒手稀去 郭威突然报王 郭威死了 后周的天可就塌了 那按照惯例 皇太子柴荣 是在这个郭威的官前即位 就成了后周王国的第二任国王了 众朝臣举哀的同时 也向新皇帝恭贺叩拜 只不过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这就像同时向两位死者致哀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的柴荣 变成一句死尸也并不遥远了 柴荣 他让每一个人都想起了另外一个已经死了三年 本应该被彻底遗忘的人 就是后汉莫的刘成佑 而且柴荣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呢 比之当年的刘成佑更加糟糕 刘成佑有过的优势 他一样都没有 而他这时候的危机却是刘成佑从来都没有面对过的 首先就是军系 你要知道刘成佑的父亲刘之远当皇帝之前 已经领兵打仗了好多年 殆尽开封的都是多年的嫡系 包括郭威 这些人马在他死后都沉浮于刘成佑 那柴荣呢 他的人马在三年前还不姓郭呢 这个致命的弱点在不久之后马上就显露出来了 差点让柴荣立即崩盘 第二刘成佑没有死敌 极未知初的评判就像是一出大戏开唱前必须的过场一样 不过呢就是个点缀而已 而柴荣面对的呢却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这时候后周的百官们都看着他 都极其自然的想到另一个姓刘的人 北汉刘虫 柴荣注定了马上就要见到这个人 但这还不是柴荣最大的危机 他现在最急需的是威望 是能让手底下文武波官为之听令卖命 另行禁止的威望 没有这个他就什么都做不到 没见过被员工奚落的老板 被伙计欺负的东家吗 柴荣现在就是这样 没错 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了 可是却没人服务他 而那该死的威望却是个最奇妙的东西 你用钱呢还买不来 你用美女还骗不来 你拿刀子更吓唬不出来 威望的确立 唯有众所不及的功绩和日积月累的心理压迫 才能产生 这些历史和时间都没有给他 但是却马上就派给了他 请朝而出不死不休的敌人 郭威在公元954年 元月去世的 北汉刘虫在当年二月带兵就杀过来了 三万北汉兵 一万气单人 柴荣怎么办 后周一片慌乱 在大殿之上满朝文武 像一群苍蝇似的 聚集在柴荣面前 嘰嘰歪 各说各话 没有一个去看他的脸色 最后柴荣不得不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朕御驾亲征 亲自去攻破北汉 请留意 柴荣说的不是抵挡 而是攻破 历史证明 他是一把人们还没有清醒认识到的空前锋利 有进无退的利剑 在他的字典里 从来就没有过防守这两个字 事实证明永远都是他主动去攻击别人 但是这时候豪言壮语 只引来了一片嘲笑 威望 致命的威望让柴荣绝望 因为他发现其中笑的声音最大的 笑荣最恶劣的 居然是世上五千年来最滑头 最不得罪人的老油条冯道 而且不止如此 冯道还主动走过来 笑嘻嘻地说了更多的话 说什么话 陛下 刘崇氏不算什么 他并不强大 在先帝面前的总持败仗 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 您刚刚即位 这么着吧 您派员大将出兵 抵挡一下也就是了 何必兴师动众呢 下面一片附和他 对对对 说的对没错 的确冯道说的那是正道 他没说错呀 非常理智 但是柴荣这脸色可变了 他忍了又忍 还是没忍住 终于决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昔日唐太宗创建大业 哪一次不是亲自出征 我又何敢偷安不出马呢 话一出口 石破天惊 戳出茅庐 白丁一样的柴荣 竟然自比千古一地 唐太宗 那一个人都在替柴荣脸红了 就看见冯道笑了 他实在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遗憾 只好说出了下面一句 更加理智的话 陛下 您可未必能学的唐太宗啊 尴尬了 现在是致命的尴尬了 柴荣这脸色变换 他心有不甘 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自己的胜算 柴荣不过是 刘虫不过是乌合之中 我要向泰山压卵 让我压死他 却不料冯道更绝 他不过是轻轻一笑 就像没看见柴荣的难堪和愤怒一样 回答得更加风雅绝伦 不知陛下坐得泰山否啊 哦 你说你泰山压卵 你是泰山吗 四两拨千斤呢 柴荣被当场彻底决倒了 这就是 他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前 在自己的大本营里 所遭到的支持和爱戴 内部不稳啊 可是前方的战暴呢 却血片一般飞过来 军情紧急 刘虫禁军神速 已经在行州与后州第一道屏障 昭义节度史交战了 那么当然了 昭义节度史李云呢 这也不是这个邓先之辈 十年之后呢 他成了赵邝印的一个大麻烦了 那你说这 这也给赵邝印确实是 留下了不少的这个后患 那 刘虫禁军非常神速 那但是呢 这个时候啊 呃 李云呢 仍然是不敌刘虫和契丹的联军 不得不向陆州败推 但是他给后州和柴荣 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并且以他的顽强 把刘虫继续吸引在身边 带着庞大的敌人一道呢 向陆州移动 于是柴荣下令 天雄军节度史 扶炎青啊 扶炎青是吧 这个读谱读福 这个字音到现在 一直也没有个定论啊 现在反正是最新的读法 要让读福 咱就说扶炎青吧 扶炎青领兵 席断北汉军的后路 那 河中节度史 王彦超自晋州 就是今天山西临粉 东下 那夹击流重 晋军都指挥史 樊艾能 部军都指挥史 何辉 宣辉史 向迅等 率军向这个泽州 就是今天山西进城一栋 那里呢 是流重晋军 开封的必经之路 必须从正面迎接 他自己呢 则在当年的3月11号 带着为数不多的 班底人马 亲自领兵出发 去迎接他的死敌流重 这些人包括 晋军殿前 都指挥史张永德 以及开封府 马之军史 赵匡印 这之前呢 已经外放至 华州兴顺军 做副指挥史的 赵匡印呢 因为时任晋王 还不是皇帝的 柴戎的一句挽留 就心甘情愿的 再次留在了 柴戎的身边 临出发前 柴戎特意召见了 后州大将刘慈 他望着这位 身为镇国军节度史 家同中书门下 平章是镇安国 和阳三城防务的 军中宿将 把自己的命运 交托了出去 刘将军呢 你要迅速集结 我军全部的后备力量 尽快地跟上我 一定要快 九经沙场的 刘慈没有激昂的神色 只是沉稳地点了点头 柴戎直扑路州 但是这时候 刘崇已经不在那了 刘崇吸取了 上次围困晋州 被王骏钻了空子的教训 这时候绝对不与 李云多做纠缠 他引兵绕道南下 目标直指 后州的心脏开放 他清楚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 那是柴戎的命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他以最快的速度行军 结果仍然比他预期的 要早上 N倍就遇到了柴戎 那是在3月18号 他行进在泽州境内 高平县的时候 高平 柴戎驻马山岗 眼前就是敌人 就是敢于蔑视他 趁着他父亲心死 马上就来侵袭的敌人了 他们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想着这些柴戎的 胸中燃烧的 不再是万丈的豪情 而是熊熊的怒火呀 是时候了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 包括他的敌人 还有他自己的臣子和人民 都对他重新的认识 柴戎这个时候 轻轻的下了一刀命令 前哲 出击 但是身边马上有人笑声提醒他 陛下 我们人还没到齐呢 何为没行程 后援更加没到位 咱们是不是再等一等啊 柴戎高傲的看了看身边的部下 不解释不回答 我的命令已经下了 照不照做 你的问题 在柴戎愤怒的时候 刘冲的心情好极了 自从发兵以来 他在后洲国境内是狂飙突进 纵横驰骋 无所阻挡啊 看来他这次真的是来对了 果然 郭威一死 后洲无人了 他为儿子刘云报仇 至此 甚至就此恢复兄长刘志远的江山 重新振作杀土人天下无敌的旧梦 都知之可待了 就这样 他心情积悦地盼来了 公元954年3月19号这一天 这一天他得到了消息 后洲的新任小黄的柴戎 居然不知在什么时候 已经到了他的对面了 而且前哨部队已经抢先发动了攻击 太好了 真是盼什么就来什么啊 沙场老将刘冲微微一笑 面对这样轻挑呱躁的小辈儿 他的经验和身份 还有优越感 都让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决定不合出生之毒 赌罪出之胜负 他要让柴戎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孩子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于是战场上发生了 让后洲军队意想不到的一幕 他们憋足了劲冲上来 以为必将爆发一场恶战 但是却没有料到 北汉军队居然不堪一击 开战以来一直积极进取 所向披靡的北汉军队 居然和他们稍一接触 就开始后退 并且开始了逃跑 那是怎么回事 后洲的军队可不免有些琢磨不透了 但是战绩可是稍纵即逝啊 后边马上就传来了 皇帝陛下的新命令 给我全速的追击 于是后洲军队是全线压上 跟着北汉人一弄狂跑 就看见大帝在飞速的后退 转眼间他们已经追到了八公园 到了八公园上 后洲的军人们一下子愣住 只见对面啊 漫山遍野的都是敌人啊 北汉军队分成了三个防阵 东辈的北汉先锋张辉 那这是个无敌猛将 西辈的杨国人率领的契丹人 哎这是契丹人 中间坐的是北汉皇帝刘崇 北汉皇帝陛下自将中军坐镇中央 近四万人马就在那静悄悄站在那里 目光冰冷的看着后洲人送上门来 报中击 这句中国最经典的评书台词啊 就像一阵寒风啊 掠过后洲军人的心头 让他们一下子有了不祥的预感 天哪惨了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在玩北汉人 现在明显的要还债了 国卫在哪呢 王俊在哪呢 现在他们无比的怀念 这些已经死去的人啊 但是他们这时候能看到的 只有刚刚上任不到 两个月的新皇的柴戎啊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柴戎的身上 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已经掉进 北汉人的陷阱里了 可不容缓了 无论是进攻还是后退 都要快做打算了 但是这些人精益的发现 他们年轻的皇帝此时毫无惧色 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对面 满山遍野的敌人 他声音清晰 绝无颤抖地再次发布命令 令 白崇云和侍卫马军 都与侯李崇晋 率军居膝 对阵气丹 阳滚步 樊爱能 何辉 率军在东 对抗北汉 张元辉步 石燕钞 宣辉使向军 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 领旌旗在中央列阵 随阵 刺激 突击刘崇 刘崇啊 刘崇啊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在真正的勇气和绝对必胜的信心面前 你这可笑的小把戏 什么都不是 你的埋伏算什么 不还是你原来的那些人吗 很好 看来你真的不知道 我本来就是要找到全失全影的你 我和你来一次彻彻底底的较量 公元954年3月19号 高平县八公元 这一天之后 天下所有人都会因为一个崭新的名字而发抖 那就是 柴荣 平生有劲无腿 奸人不拔 欲强欲战 欲战欲强 战无不胜 功务不克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的柴荣 高平县八公元 战场上是寂静无声 数万兵士隔着一片开阔地 冷冷的相对 西北大地上 三月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他们 每一个人 让他们变得僵硬了 就在这个时候 命运或许已经到达了终点 面前的这片冰冷坚硬的开阔地 很可能就是他们的葬身之所 但是注定了没有人能够退缩 这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悲哀 有的时候你没有选择 不得不去做 但是现在洪水还在地岸里 战斗仍然没有爆发 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 风 剧烈的北风刮过战场 向南边的后洲军队迎面直刮过去 这极不利于抢先攻击 人马的冲锋 还有箭矢的射程都会打折扣 所以柴荣纵然有满腔的愤怒和激情 也要适时的忍耐 何况时间的优势站在他这一边 刘慈和他的所有后备队还在赶往八公园的路上 这个时候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 都在增加着后洲的力量 所以现在柴荣心向我一定要稳住 不是逞一时之勇快一时之怒的时候 相反一定要加倍提防北汉人发动攻击 但是让他们奇怪的是 面对庞大的北汉气单联军却始终闻死不动 任由着战场上的良机无畏的消耗 也不知道这刘虫在打什么主意 时间没过多久 这战场突然之间风向可就发生变化了 多变的春风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从后洲军队的背后刮了起来 带着漫天的灰尘暴徒 卷向了对面的北汉军队 柴荣一看太好了天助我也 后洲的人满意阵骚动 这是天意要让我们发动攻势 这突然来临的机遇让柴荣犹豫 打还是在等等 但是战场上的形势可是瞬息万变 从不给任何人妥善思考的机会 就在天时开始对后洲军队有利的时刻 突然间北汉人已经抢先发起了冲锋 历史证明北汉皇帝刘虫并不是无能之辈 相反他久力沙场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百战名将 他不守常规 该出击的时候按兵不动 让后洲人白白紧张 可这时候转成难封了 后洲的军队刚刚放松些警惕 他却突然间发起了攻击了 后洲这边是一片大乱 尤其是东边的樊爱能和何辉 他们首当其冲 被北汉头号猛将张元辉打了个措手不羁 这个时候没什么好说的了 一来是张元辉太过勇猛 二来也是樊爱能和何辉根本就 没有给柴荣卖命的心 这俩人立即后退 手下一千多名后洲士兵被张元辉切割进了包围圈 战局突变 柴荣猝不及防 他刚刚要做出反应 战场上突然又发生了一件 让他死都不敢相信的事 只听见被张元辉击破的后洲军的阵地上 突然间爆发一阵 整齐响亮的声音 万岁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正常的拼杀声 难道是在向柴荣呼喊救援吗 但是转瞬间柴荣的脸就苍白了 这不是在求援的 而是那些士兵投降了 连这么一会儿都没能坚持 几乎马上就投降了 不仅如此连投降的口号都像早有预谋一样 是直接向刘虫致敬啊 其他所有的后洲军人都惊呆了 万岁啊 这个声音响彻了整个战场 后洲军团全线动摇 这时候柴荣的致命伤口完全暴露出来了 他的威望 他的军心 他所要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他的 他的军队在本国的皇帝面前 在只稍微接战不利的情况下 马上就叛变了 怎么办 初上战场 马上就挨了迎头一棒的柴荣 该怎么办 整个战场上 他的右翼已经完全崩溃了 本就不稳定的军心更加极度的动摇 而最致命的是 他孤立无援 手上没有任何能让他翻身的本钱 失败就是死亡 还有比死亡更加难以忍受的屈辱吗 后洲 柴荣 难道在郭威才刚刚死了不到两个月之后 就要这样耻辱的被终结了吗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 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阡 转发 订阅 转发 转发 订阅 转发 我的生意见